因为新冠肺炎之后 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些病毒感染之后 会引起一个很特别的病征 就是没有了美国 初头我都觉得这么神奇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呢 很多人都比较意外 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病征呢 原来以备猴科的专家就告诉我们 其实这件事一点都不特别的 以前也有很多的病毒感染 尤其是呼吸系统的感染 都会引起相同的问题 这种病有个名字叫做 Postviral Ophactory Dysfunction 名字很复杂 如果译成中文就译成 病毒感染后臭角失调症 但其实是搞得很复杂的 其实很简单 感染后就没有了美国 医学技术要搞得很复杂才看起来 好像很专业那样 很partneristic的medicine 意思就是感染其他呼吸系统病毒 比如说鼻病毒 引起伤口感冒的那些叫Vino Virus 有些叫EB Virus EB Virus就是引起鼻血癌 或者有些人觉得引起淋巴牙瓦那些病毒 也都包括现在四种普通的冠状病毒 即不是新冠状病毒 普通引起伤口感冒的那些病毒 每季都会引起的 再加上腐瘤感病毒 都曾经有明显示 就会引起这个失去美国的问题 原理就是说这些病毒感染了鼻里面 影响到鼻股里面的一部分的黏膜 大家都知道鼻股里面 如果你找个电筒照一下鼻里面 那些红色滑滑滑的那些就是鼻的黏膜 原来鼻股里面的顶部有一部分的黏膜 是有些演化了、进化了 专用来探测的味道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表里面就是鼻股的环节面 大家可以看到鼻股最上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箭头指着的地方 有个四方框的位置 就是那个特别的鼻股黏膜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黏膜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放大了图表 就会看到有些很特别的细胞 这些长条形的细胞 就有很多长形黄黄的细胞 下面有个脚 最底部有些好像树根的结构 那些其实是一些臭角神经的细胞 那些像树枝的结构 就像雷达那样 它是探测味道的分子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些基本的化学知识 就会明白 闻到味的原因 就因为有些发出味道的东西 它就会释放一些味道的分子 在空气里面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就将那些空气 加上那些分子吸进来 这些分子就接触到 我们那个臭角神经 那个细胞的末梢 那位置 就探测到 让我们知道那种东西是什么味道 那如果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细胞 就是有机会感染之后 破坏了鼻里面这些臭角神经的细胞 令到它就没有办法探测到味道 那这些问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最久可以维持两年 不过幸好大部分人都能够复原 那传统上 这些病毒感染之后 没有了美国的治疗方法 就是用一些 就是大家很讨厌 或者医生很喜欢 或者大家觉得医生很喜欢的 就是雷固醇 可以用一些雷固醇 比如有些人会打针 打下去那个位置 有些就是用洗鼻的方法 喷鼻的方法 甚至口服的方法 都会令到它快些复原 其实应该说 也不是医生很喜欢用 而是很多病毒 都能够透过雷固醇去医治它 当然也有它的副作用在 就不是说它很浪 当然大家都不喜欢雷固醇的副作用 如果不用雷固醇 或者如果可以不用药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 幸好真的有办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叫做 Ovacatory Training Ovacatory Training 就是臭角训练 就是像你治疗 那样 好像做健身 那样练 那做法上呢 就是说 给一些很刺激的东西 给它去闻 闻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的臭角就会恢复了 那醒目的你 你就会问 神经退化了 是不是不会生回了 其实这个也是 不过我发觉 如果你用一些很浓烈味道 比较刺激的东西 经常给它闻 它吸了下去之后 就会刺激我们脑里面的其他细胞 本身它就不是负责臭角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些东西刺激它 经常闻到一些很浓烈的东西 那些细胞就会改变了 演化了 就可以负责 有能力 帮我们探测到味角的 那变了 臭角就会慢慢恢复了 那最典型的做法 最经典的就是 就是用四种东西 例如说 最常见的四种 就是一个是用酒精 第二样东西 就是用刘加利涅精华 第三就是用柠檬精华 第四就是用丁香精华 那用这些物质 每天就叫病人 早一闻一次 晚闻一次 每次就闻十秒 或者长一点 一路维持一段时间 让它慢慢恢复 臭角 那看来效果都OK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些口味都是西人的口味 其实如果可以换到 在本地的方法 我们就是中国人的做法 可以换了 可以做 比如换 梅香咸鱼 可以换 臭豆腐 再加上 芥末 这些可能效果更好 不知道有没有耳鼻喉的专家 本地的耳鼻喉专家 想试一试 可能都会效果很好 分分钟是一个医学突破 今天就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